有很多人发表的言论是 阳台素能延传坏老 这环形细胞大大的好 等等等等 那这说明什么 就是阳台素背后的利益链条 是非常巨大的 它有什么利益链条 你就看到瑞士 做这种打阳台素 这样一个旅程要多少钱 就普通的便宜的 也要15万到17万左右 而且这还是就是五天 六个晚上到这 然后最普通的给你打六针 然后你就回来了 人家告诉你这个作用不大 真正作用大得挑那30万以上的 38万8的 最好你选择68万8那种 每隔两年你定期去一次 当然这个过程很豪华 来回头等舱 都包括这钱以内的 然后住这个瑞士湖畔的那些别墅 青山绿水的 专门有个医疗翻译 懂中文的 一道陪着你 甚至专门给你做中裁 反正这非常豪华了 这一趟 当然钱也好啊 38万8 68万8 这都好钱 尽管瑞士的一纸禁令 已经将阳台素拉下了神坛 但是在国内 阳台素美容的宣传并未停止 实际上 我国从未批准阳台素注射疗法 但由于阳台素美容 抗衰老 把青春的效果长期被热炒 许多整形美容机构都违规提供这项服务 那是一种药水直接打没去的 它是培养出来的东西 国家药钱局对这个阳台素的注射 还有国家微信品 不允许它在国内有注射 所以国内目前市场上没有 其家生产这样的产品或者批准注射的这样的一个医院 但是可能会在一些非法的一些渠道呢 在用这些东西 此外 在网络上依然活跃着大量提供赴瑞士医疗旅游的中介代理 提供签证 酒店 租车等一条龙服务 其中最主要的业务是预约阳台素治疗 国性体验如果正常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这个诊断也应该很快了 很快了 包括我们这种那个正规的机构 它也是在现在所有的嘛 在瑞士它这样接受它全部的资质啊 所有东西审核一遍 所以说你说到国境节奏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去做资料 说这市场是怎么形成的呢 瑞士那边呢 福泽弄这些事啊 你像瑞士当地有不少商人能干什么呢 雇两个大夫租个湖边别墅 他就敢接待中国游客 你比方说这17万就最便宜这个 中介就中国人介绍 能从中拿多少回扣呢 将近20%的回扣 拿3万多块钱 你说17万他能拿3万多回扣 你这利润得多大吧 所以这个利益链条非常结实 里边产生的利润可以说是暴利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 昧着良心为阳台素鼓与呼 现在等于瑞士官方的意志公文 告诉我们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阳台素没你想象那么好使 所谓的抗衰老 这是完全违背人的生理规律 逆生长是不现实的 你所谓看到那些明星保养的多好 其实很多程度是借助于PS技术 借助于闪光灯 借助于化妆技术 我看没有任何一个明星 脸呢 倒是漂漂亮亮的 说你给大伙看看你腰吧 你腿部的肉吧 是不是很松弛 没人敢看 为啥 这个东西是经不住检验 那张脸是可以造假的 你不行整容啊 涂纸抹粉一样可以啊 所以有的人盲目的相信 你看人家为什么不显老 那就打了阳台素了